中国埋骇加剧中共却禁止披露阴霾相关消息 不过北大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小川 日前公布的一份空污报告指出 中国有31个城市因PM2.5过高 导致26万人因雾霾过早死亡 2月4号北京大学发布了题为危险的呼吸2 大气PM2.5对中国城市公众健康效益研究的报告 这份由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小川带领研究团队 历时一年完成的研究报告说 2013年大气PM2.5污染导致中国31座省会城市或直辖市中25.7万人超额死亡 超额死亡率平均接近千分之一 报告说这个数字还仅限于缺血性心脏病 脑血管病、肺癌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导致的死亡病例数 并没有难夸其他疾病 潘小川对媒体说超额死亡意味着多死亡的人数 如果PM2.5污染没那么严重 这些人本来不会死亡 他强调超额死亡人数越多 意味着居住在这里的健康风险越大 报告还指出 有12座城市领先于平均死亡率 其中以石家庄的每10万人多死亡134人 济南的每10万人多死亡128人 和长沙的每10万人多死亡124人为前三位 大陆的阴霾虽然越来越严重 但霾字在大陆已被停用 北京市气象局在微博上借用电影哈利波特中的魔王 伏地魔比喻阴霾 称预计封印伏地魔的时间大约在今天半夜前后 并配上伏地魔头像及设计对白 我恨大风 宏明对此讽刺说 中国之霾的确有成效 至少在气象预报里霧霾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法国国家广播电台揭露说 霧霾依词被代替 是因为中共当局在上月17号 向各省气象局内部 发出名为 关于暂停霾预报预警业务的通知 要求各地气象部门立即停止发布阴霾的预报预警 这是我们老传统 但是不买天天不买账 埃南山认为 从目前的天气预报来看 阴霾治理没有十年功夫是治不好的 还得下大力气 但宣传部门的不报阴霾 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 英国的作家奥威尔 曾经在他的著名的小说 1984里面就说过 在这个统治者就要发明一种所谓的叫新话 新的话语来控制百姓 利用一些词语 重新命名控制人们的思维 那这个在中共呢 对这个雾霾的重新的命名 也是这个道理 新唐人电视长春采访报导 新唐人电视长 新唐人电视长